这是港口的意外 加拿大温哥华的高豪港 有一架水上飞机 在昨天起飞不久后 就撞上了一艘客船 这导致了多人受伤 多艘的救援船是赶紧出动 前往正在下沉的飞机跟客船 港湾航空发言人表示 当时飞机上是载有五名的游客 跟一名飞行员 在下午将近一点 从水上飞机航站楼起飞之后 就撞上了客船 而温哥华警察局就指出 所有人都已经被救起 其中有数人受伤 被送往医院治疗 详细的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